都说变形金刚是最好的军事宣传片 那么你们知道其中一共出现了多少款军用载具形态吗 今天我们就按其价格的高低来好好盘点一下 第十五名大黄蜂 作为赛博坦五五开之神 大黄蜂有着实力不祥欲强则强的美丽 在刚到地球时 由于被军方误解 不愿伤害人类的大黄蜂只得随意扫描起军方的车型 下一秒一辆黄色威利斯吉普车便闪亮登场 该款车型售价高达3.5万美刀 第十四名探长 眼前这名900吨的大瘦子可不一般 不仅全身上下武装到牙齿 打起架来更是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 作为赛博坦移动军火库 探长最擅长的武器就是那把超大号加特林 从高达25000发的射速也不难看出 其子弹口径肯定是7.62毫米 它的载具形态是一辆奥什克什军用防暴装甲车 其售价仅需60万美刀 第十三名碎骨魔 也许它不是最强的霸天火 但它一定是最勇的那个 霸天火模式为数不多敢于单挑大柱子的男人 尽管三招就被其秒杀 但它的死也成功开启了霸天火的送命之旅 其载具形态为不法罗排雷防暴装甲车 这个略有小贵 需要150万美刀 第十二名粉碎 游勇有谋的女性霸天火战士 她是赛博坦前游击军高级将领 其近身格斗能轻松吊打五五开 作为特殊的三变金刚 粉碎不仅能变身为普利茅斯卫星跑车 还能变身为英国药式喷气战机 其造价为250万美刀 第十一名吵闹 霸天火铁骑军成员之一 擅长冲锋的先锋猛将 当登场就敢同时硬钢所有汽车人 在被救护车斩断一只手臂后 被大黄蜂一炮打中胸膛而亡 她的军用载具形态是一辆魔改M1式主战坦克 其造价至少1000万美刀以上 中文字幕组合作者 李宗盛